她说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这句话出自于小龙女陈玉莲 如果说00后心目中的小龙女不是小龙包陈燕西 而是沈仙姐姐刘亦菲的话 那么90后心目中的小龙女则是李若彤 80后心目中的小龙女则是陈玉莲 那么80后心目中的龙姑姑是什么样的 长言道像有心声 人美心善这句话放在陈玉莲身上恰如其分 这一陈玉莲的成长经历 善良这个特质都是有迹可循的 1960年陈玉莲出生于香港吊井岭 这个地方风景如画 早期曾获得赵静环珊的美名 温帝侠林百里黄元申都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可谓是一块人节地灵的风水宝地了 陈家虽然不是富贵人家 却颇有大货人家乐善好施的作风 虽然陈家只有五个小孩 但是最多的时候每天都会住下十多个孩子 原来陈家离学校很近 吊井岭一带皆是村里的孩子 因为上学路途遥远 孩子们每天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走到学校 陈家父母心肠软 见不得孩子们受苦 虽然自家养了五个孩子 经济压力也很大 但是只要能帮上孩子们的忙 还是会尽力而为 风霜雨雪的恶劣天气环境下 陈家经常会留宿远道的孩子们过夜 不仅如此还会供孩子们吃饭 长此以往 家里的收支平衡被彻底打乱了 还因此欠下不少外债 陈玉莲虽然觉得父母这样做没有错 积德行善原本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会心疼父母整日操劳 传言道 穷则思辨 陈玉莲受此影响并没有完成学业 而是早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了 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十几岁的小女孩 凭借人淡如菊的独特气质 陈玉莲在大姐所在的杂志社 找了一份平面模特的工作 凭借这份工作 陈玉莲因此结识了一些演艺圈人士 在朋友的提醒下 她也因此产生了进娱乐圈打拼的心思 1977年 陈玉莲考虑了第六期无限艺人训练班 成为吕良伟的同窗 周润发的同门师妹 一年后 凭借优异的成绩 从艺人训练班毕业的陈玉莲出道及巅峰 获得了和郑少秋 汪明泉合作拍戏的机会 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中扮演小招 1978年 陈玉莲在参演电视剧《大亨之富贵又如何》时 和剧中搭档周润发音隙生情 因为两人都是事业上升期的新人 因此并未对外官宣恋情 因为是地下恋的形式 也为后来的分手 埋下了霍英 1980年 周润发凭借在上海滩中 扮演的许文强一炮而红 他和湛雅之扮演的冯澄澄 两人被称为最仰眼的荧幕情侣 那段时间 入戏太深的影迷 将这对CP强行配成一对 关于两人的绯闻也闹得满城风雨 不甘心被粉丝强行捆绑 周润发和陈玉莲借助媒体 对外关心了两人的恋人关系 但恋情曝光并没有影响到 炙手可热的周润发 可陈玉莲却遭到了公司的血仓 不过尽管这样 两人还是坚定地在一起 更是被媒体称为 拆不散的金童玉女 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友情人 最后都能够终成眷属 陈玉莲意识到 若想站在上海滩一哥的身边 就要征服那些不服气的粉丝 因此陈玉莲在搞事业这件事上 紧随八个步伐 奋勇直追 但随着周润发知名度的提高 拼约不断的他 经常因为工作的事情 忽略了陈玉莲 即使有相聚的时间 他身边也是前呼后拥 就连陈玉莲自己都觉得 周润发对谁都好 唯独对自己不好 而且因为周妈妈 不喜欢陈玉莲的性格 所以周润发不得不夹 在两人中间做合适老 这也导致 两人慢慢有了隔阂 1982年 陈玉莲凭借出演 《听龙八部》中的王雨嫣 渐渐声明确起 彼时大象赌场商人陈超武 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作为商人 陈超武没啥可遮遮掩掩的 因此这件事 也就不是啥秘密了 也因此被媒体大肆报道 说妈妈原本就不赞成 自嫁儿子找圈内人 因此对这种事 再又是一顿 寒沙摄影的抨击 你现在好红哦 我都担心我家发仔 配不上你了 如同此消笔掌一般 与陈玉莲数破竹的事业 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上海滩一哥进入的平静期 凭借几部接连铺接的电影 一度被称之为票房毒咬 眼看着儿子情绪低落 庄妈妈并不喜欢 蔚来儿媳妇在电视机里 和别的男人上演 搂搂抱抱的戏码 因此每次见面 都不给未过门的媳妇好脸色 还没过门的媳妇 就要承受未来婆婆的 冷脸相待 若是真的进了周家门 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彼时的陈玉莲回想起 周妈妈每次责难自己时 周润发都然而不发 于是连我和你妈一起落水 你会救谁 这样的问题都无需再问了 想想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陈玉莲不是那种 会被恋爱影响理智判断的人 她果断地提出了分手 周润发自然是不同意的 她甚至一度怀疑 陈玉莲是否移情别恋 质问她是否因为自己不够红 论经济实力 彼时的周润发 自然和大象赌场老板没法比 英雄气短的周润发 只能质问陈玉莲 陈玉莲只是默不作声 她不能做挑拨周是母子关系的那种人 也不想做为爱委屈求全的那种女人 恋爱和婚姻毕竟是有区别的 对这段付出五年观音的恋情 纵然有万般不舍 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陈玉莲能战胜不服气的粉丝 也能超越极限 让自己闪闪发光地站在发哥身边 但她不能让周是母子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因为自己反目成仇 于是在媒体面前 陈玉莲公布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结果差点要了发哥一条命 1982年年底 27岁的周润发吞食了大量的洗洁精 被家人送去医院急救 命悬一线之际 陈玉莲赶到医院 在周母敌满满的眼光中 她守护着发哥 当周润发心情好转之后 陈玉莲离开了医院 看到他转身离去的背影 周润发知道 两人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多年以后 当媒体采访周润发 对一见钟情的看法 周润发的回答是 一见钟情是会死人的 1983年 陈玉莲搭档刘德华 凭借出演神雕侠侣 两人红得一塌糊涂 甚至获得金庸点名称赞 只可惜因为剧中魔改的部分过多 因此略有遗憾 但是这并不妨碍陈玉莲那份 清冷气质的深入人心 刘德华曾说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我心目中的小龙女 永远是陈玉莲 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 想当初大众吐槽小龙包时 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陈晓 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在我心目中 陈玉莲就是小龙女 刘德华说 如果我没有女朋友 一定会追她的 但在陈玉莲心目中 始终将刘德华看作弟弟 当时炙手可热的两人 被很多影迷视作一幕情侣 因此关于两人的绯闻 一度甚嚣直上 正刀两人的绯闻 被媒体吵得越来越热之际 周润发突然迎娶了 和尔东生分手的余安安 这段婚姻怎么看都像 两个失恋之人的互相取暖 因为这段婚姻结得快 离得也很利索 而彼时的陈玉莲 却在得知两人婚讯之时 她并没有逃避 而是大方坦言 自己曾一心想嫁给周润发 随后性情大变 不再以玉女形象示人 而是亲戚罗珊和汤正宗 拍了一部尺度非常大的风月片 让观众大跌眼镜的同时 自毁形象的陈玉莲 也因此失去了一大批 玉女粉的追随 事业一度下滑 或许彼时的陈玉莲 已经身心俱疲 不想再搞事业了吧 1984年 陈玉莲嫁给了一职 对她狂追不舍的商人陈超武 然而和周润发一样 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注定不会长久 虽然嫁给了陈超武 但是陈玉莲从未放弃过 自己的事业 因此 即使是豪门家的媳妇 那富丽堂皇的门帝 依旧无法阻挡她 自立自强的骄傲 1992年 陈玉莲结束了这段 长达八年的错误 和陈超武离婚了 离婚之后 陈玉莲的事业渐渐示威 美人耻目 心人背出 她又不肯做那种 将自己的绯闻八卦拿出来 性看客恶搞自己的综艺 也不想拍那种低俗的电视剧 1994年 陈玉莲在参加朋友派对时 结识了广告片导演 蔡美诗 虽然两人都是女人 但是为情所伤多年的陈玉莲 似乎对男性再无好感 反而对才华横溢的蔡美诗 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情投意合的两人 第二年就跑到西贡同居了 这段恋情一惊爆料 大众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龙姑姑出柜的事实 11年后 两人分手的消息被证实之后 亲谋好友也终于送了一口气 凭借多年积累的一些积蓄 陈玉莲也延续了 陈家福洛祭品的优良传统 戴发修行的她 积极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无论是在汶川地震期间 跟随慈善机构 在当地做志愿者 还是在玉树关爱活动中 筹集善款 参加一演 甚至还在贵州 铸了两名15岁的失学女童 将她们带到自己的身边教育 80后心目中的龙姑姑 一直没有辜负粉丝们对她的喜爱 而她一直以真面目是人的一面 坚持做自己的样子 也因此成为港渔圈里 一个特别的存在 多年以后 媒体也曾采访过陈玉莲 当初是否真的想过嫁给发哥 她的回答是 我真的很希望做她家媳妇 但是命运弄人 我们俩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如今62岁的陈玉莲 依旧孤身一人 她说爱好自己也是一门学问 中文字幕典身一人 即使未经许不上 也可以说得到